哈喽,大家好,你见过这样一种野草吗? 它有的时候一个小杆顶着一个小白绒绒球 还有这个小白绒球有的时候散发着一些小白绒 有的时候它就盛开了一些非常漂亮的小黄花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些贝雷在杆上顶着 酣苞怒放 它的叶子像锯齿一样 你知道这个野草的名字叫什么吗? 它叫蒲公英 它是一种非常好的野菜 它富含维生素A、C、K、B 都很多的维生素 而且微量元素丰富 它不但在东方 而且在西方 都是一种非常好的野菜 很多研究表明 蒲公英对人体的肝脏和消化系统的健康是非常有益的 还有表明对健美和皮肤的健康也是非常有益的 刚刚收获了一把蒲公英 你看看给大家收一下我的蒲公英基地 看看了吧 这些都是蒲公英 然后里边那些 这满满的都是蒲公英 我刚刚就在这一块韭菜地里收获的蒲公英 你看这里 你看了吗 蒲公英的作用 这个都不需要多说了 大家都知道 其实在外边的时候 我们住的这个地方至少是 除了公寓员里边有 别的地方很少能找到蒲公英 这个蒲公英就是说 因为如果你住在深山野外 或者是很容易采到那种纯天然蒲公英 你可以上山上去采 那是最好不过 但是如果不能的话 你可以很容易地把它们引植到家里 比方说这种像蒲公英开了花 开的那个花 白白的那个花 你就可以把它像这样子的 你看 收大家看一下 你看 还有种 对 你像公园里摄上蒲公英的种 你拿回来以后样到地里边 只要是经常浇水的地方 你放那个地方 然后它都会长出来 长出来以后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地方不是你想摇 蒲公英的地方 你就可以把它移到其他的地方都可以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 你要放到经常浇水的地方 那是不是一摘的时候 扒开 然后把根直接挖出来就可以了 摘起来都能摘活 实际上这个种子就挺好的 这个种子 对 你像这样的种子 你这样扒两根 或者是那个种子头 拿出来两个 然后再样一下 其实咱的这一片 其实一开始也就一点 但是后来又它 一个出来以后 你看都开上小黄花 开了黄花以后它就再飘落 然后你看这 你妈妈的也不用你种了 然后它自己都长了一片一片的蒲公英 所以说现在就是说我们经常可以收获蒲公英来吃 有时候经常都吃不完的 你看这就都放在这里来 然后一次收获一大把 这里边还有这么多 所以说这个蒲公英呢 就是说你可以自己开一个蒲公英基地 让它在里边 而且它还可以和别的菜一块交叉着 像我的这个是一片韭菜地 我刚刚切了 把韭菜切了 它可以立体种植 你看看它这个 因为蒲公英它是躺 躺在趴着地跑 然后你看我们这个地方 本来是摘葱的地方 然后它在中间这样穿来穿去的 所以这样的话你可以有效的立体种植 你没有地方你放进花盆里种 它也长得非常的好 非常的旺盛 也非常漂亮 你看这个蒲公英到处都是 你看这个开花的它的种子 看看到处都是在这个缝里边 然后长 然后它的这个 因为它追风飘洋 那个种子就拨的到处都是 所以只要有水 它就到处长 对 到处长 然后如果你觉得它长的不是个地方 然后移走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到YouTube搜索 美国生活365 我们有上百个美国生活的视频 和大家分享 请点击屏幕连结 订阅 转发 点赞和收藏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